衛生防護中心核下聯合科學委員會 同意將接種新冠疫苗年齡限制 調低至6個月大的嬰兒 建議6個月大至5歲兒童 可以接種3針復必泰 每劑為成人劑量的十分之一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 在電台節目表示 科興疫苗又與接種劑量與成人相同 復必泰疫苗有成人、兒童和嬰兒版 建議政府爭取救入 若未能採救 應該探討稀釋成人配方最合適的幼兒劑量 劉宇龍承認 若要稀釋復必泰疫苗給嬰兒使用 全世界沒有先例可緩 但不代表不可以試 若劑量多了可能增加副作用 若劑量少了 或抵抗力效果不及預期 如監管部門審視員認為 氣息疫苗被嬰兒接種 是風險太大 唯有認命 因為要兩條腿走路 政府會繼續與藥廠 合救嬰兒疫苗 至於部分家長 擔心幼酮接種復必泰後 有引致心肌炎的風險 劉宇龍指 幼酮接種兩針復必泰 相隔時間設定為8星期 是折衷辦法 相信已可降低風險 他表示 委員會認同 不能強迫打針 要由家長選擇是否讓子女接種 不過參考第五波疫情數據 不時會出現確診幼童危殆或死亡個案 認為有需要在秋冬來臨 本港或出現更多變異病毒株前 儘快讓幼童接種疫苗